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基尔队这BZY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里求生者一定要争取三跑才能够把比赛拖到第三场 那我们看一下皮皮线这边是选择红夫人 直接往大房这边过来找人 这边是大房的一个条香尸 一个镜效 有没有机会能打一刀 可能会先远距离撇一刀香水吧 这边香水交出来了跟着你 等香水回去好这里有机会了 这个位置很有机会能打一刀 好了那基本上游戏已经是差不多就最多就一个闪现 标准时间就看前锋的发挥了 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硬核 就他这个空的就怎么这么稳这个镜像 好了这边等你镜像 我等你镜像结束好吧 你回去不回去 我跟过来这里找好角度 好了已经没机会了 这边来一刀倒地 闪现省下来 前锋这边有没有过来看前锋 前锋没有过来 这把挂在这个位置 还能够干扰一下这边前面残久的电击 一个镜像直接投 残久这边要对提前拉开已经挖地了 好你挖地就行 那第一波是谁来救 用兵来救这边还浪费一个铲子 干扰一段休机时间够了 真平局这个节奏是足够足够的 就这个节奏 土夫 穷者想要三出 只能是刚才前锋过来有一波非常非常秀的发挥 这边还被卡住了 这里会不会交闪 打一刀 哇 双倒 如果刚刚交闪的在挖来那个怎么扯的时候 有可能可以打一个震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穷者这边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交香水 一刀打 好 一波爽倒 那这把基本上是平局稳定2.5以上了 2.8 2.9了 前锋是慢慢的靠过来 但这个位置 我感觉他可能会蓄力闪 撞 放下来 把这闪线留下来 这里 等你 等镜像还是怎么说 诶 骗过来了 先打一刀 完了 这里 因为我感觉前锋的想法就是 他肯定急着牵 但是皮皮这边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诶 前锋这边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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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又要四杀了 这个大哥太猛了 地上躺着三个呢 这里还有一台守木人的遗产机 关键是到现在闪线还没交 保平 看下怎么保吧 保平都很难 这个局保平都很难 守木人这边要就 前锋这里牵起来 应该是往回拉过去 然后有耳鸣来打气球到了 看一下 诶 我就牵着你 我们就看一下这波怎么救人 这一波牵起来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首先 我可以有机会打气球刀 气球刀无插刀 可以防 对吧 第二个好处 我牵你的时候 你前锋是不能够自摸血的 这样的话就不让你 对吧 提前自摸起来 不让你跑 这边再打一刀 又是一个双刀 他的镜像真的是 怎么能这么稳 闪现一刀 还打 前锋自摸焦掉 地上面又躺了三个 就没有人 就打到低波救完人以后 就持续地上有人躺着 这边前锋焦掉自摸 一个调香师上挂飞在地上躺着 还剩一个半血的佣兵在外面 没了 还有四台电机 这边看见了佣兵 已经插眼已经换好了 这边插眼已经换好了 镜像应该是等到 就救下来以后打一刀 剩下的那个人投镜像的一个打法 那这边应该会管一管 想要来跟一下佣兵 因为佣兵又去摸这边的前锋 先打 好 这里插个眼 这佣兵你别起来了 我这边再跟着这个守木人 你守木人那边是没有铲子的 一个镜像投 投完以后这守木人要死 一刀 就感觉这个东西 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他玩的红夫人跟母玩的红夫人是不一样的 他的红夫人不用瞄准 就镜像完了以后 这个镜像是自动吸到求人的脸上 然后他只需要挥那个攻击剑就可以了 是 是不是 那边那这把射杀了 地胶都没修出来呢 牵起来把那佣兵再挂上 好了 这里 哎 桥像师想来救人 那我牵起来 要来打 一刀 好 这边把 再补一刀吗 还要再打 哇 再把佣兵挂上 四杀 先把地窖修出来 最后一个机会 又倒了 确实这把的红夫人已经是看到令人折舌的程度了 就这个镜像能稳到这个程度 对吧 现在四个人躺在地上还剩下四台电机 这也太吓人了吧 你碰到这个屠夫谁 能拿他怎么办呢 我们稍事休息看后面的比赛 这个太无解了